那就是 入依泰挖這個入依城市議員社群的造型人 然後我們有辦一些活動 什麼泰北RB,Race Close,還有Waddy Town 對,這次經驗都沒有辦 然後我本人現在也是五、六個小時 這間公司的信用在投擺 然後今天要講的東西 大概有這些我會先講一下 會預定你要做到什麼東西 然後入依你要做到什麼事情 這是原理,大概講一下大概的原理 然後 跟著哪些設備 然後再來就是 會稍微給大家看一下OBS 這是設定 這是大概我自己做的設定這樣 因為OBS的教學其實外面的軟體非常多 那其實不用講 就是我覺得講細節其實就比較有意思 那 就是像我分享我本人的配置方式 然後再來就是錄影的各種經驗 譬如說我要譬如說應急選擇哪些東西比較深淺 然後還有一些路障排除的部分 然後最後是講一個場地 各種的場部跟場地之類的系列 然後會議 我這邊分成錄影跟錄音 因為錄影的錄音 雖然是同一件事情 但是兩部分 那就是我們這個畫面來說的話 就是我們會希望我們錄影 然後會議上的一些技術 就是我們會錄影的 我們的活動都會分成江澤的畫面 跟江澤本人的畫面 跟江澤的螢幕來錄影 這樣子 我們才可以在同一個畫面看到 看到兩部分 那所以這個就是叫 所謂的直播畫面去到TIP 然後我們達成的 我們可以用兩種方式去達成它 就是第一種方式分開拍攝 然後是時候去合成 不過這個是真的超級花時間 就是你要在檢驗那邊 把兩種收拾都在一起的 還有背景 然後就是每一個東西 每一個達到同情人的 就是其實我個人以前試過這件事情 那就是我以前和一場 看富人時的兩天活動 我們在花了很可憐 對白色的那種這件事情 然後第二個話就是我今天要講 就是在拍攝的時候 就及時把這個畫面合成 那這邊 這邊講視訊 就是說我們 講者的畫面 就是投影畫面這部分 就是這樣畫面 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傳遞到錄影的電腦上面去 就是說 現在 就像我們現在看到 現在拍過這個 它其實就分成 Webcam 就是攝影機 自制攝影機 然後跟 我們拿到我們那個投影畫面的 這個東西 叫UCDMI 簡訊器 那我們就是透過這兩個流 就是 這兩個流把 把它們輸到電腦回去 然後在電腦問題 把它做合成 然後同時間 我們還要把 投影畫面 送到投影機上面去 所以我們的視訊 有分這兩個部分 就是 講者的投影畫面 跟講者的人像畫面 那 投影畫面需要 速度在兩個地方 就是 projector 跟 錄影的這邊 然後講者的人 通常我們只需要 輸入到 錄影機這邊 那 我們通常的配置方式 會是這樣 就是說 呃 講者 這個Webcam 開講者 然後它會透過 它會透過 如果是Webcam的話 就是只有USD接到電腦上 像現在正在 這樣 然後 呃 如果是講者的話 它會透過一個 因為我們要把這個畫面 分到兩個地方去 所以我們又要中間 經過一個 HDMI 在Split的 我叫Switch的東西 然後把它分別的輸入到兩個地方 然後 輸入到上面的 解訊卡之後 解訊卡再 透過USD 或者其他界面的方式 輸入到電腦裡面去 所以正面有 硬體角色有幾個 所以說第一個就是 剛剛說的這個解訊卡 然後第二個就是 Switch 呃 它現在在這邊 這個給大家 就是QA之後給大家 再看一下 然後攝影機 就是這一台 那 如果今天攝影機 攝影機 我們現在預設只有 Webcam 就是一般大家用來做 視訊的那個 Webcam 但是有可能會是用真正的 那個 就是真正的相機 或是攝影機 那它 通常都會在 輸入來輸出 所以這一層 還需要再 透過 又挖一張解訊卡 再輸入到電腦裡面去 所以就是我們可能 在我們也希望下次 會有兩張 用真正的 HDMI的解訊卡 因為解訊卡的功用就是 把 HDMI訊號 轉成 電腦的 這是 因為我們 這轉成電腦 可以接 可以接收的訊號 那那個消耗裡面 有個標準叫做 UVC 就是 你接 Webcam如果不消耗 不消耗 它都已經是 因為它的 它裡面已經有 對應這個 UVC料組的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視為 電腦裡面 一台Webcam 的這種感覺 從它裡面設定的時候 那我們對於 我們要買 我們如果要找 HDMI訊號的話 我們就規格 通常分成 我自己覺得 最重要的是三件事情 第一個是介面 介面是說 如果它是USB的 或是它是內接的 然後輸出 輸入解析度 還有第三件事情的FDC 這個等一下會影響 然後介面就是說 它是怎麼連接到本電腦 那 通常來說就是 有一個是內接 就是 如果你要是做的計畫 你有PCI Express 的那個插槽 這是有的節約卡 這是做的內接 那現在 這邊用的 它是USB-1 Type-A 那USB-1 Type-A 因為我們從 USB-1A 是很久以來的位置 所以它有2.0 1.0 2.0 3.0這些版本 那目前基本上 應該都是3.0的 但是 就是如果你的 筆電上 有些筆電上 還是會有 USB-2 那從一張卡 如果接到 從那幾句卡 如果接到 USB-2 它有時候 你能夠提供問題 是非常不一樣 就是 它可能提供問題 解析度 或是 甚至有的可能 就是 USB-2 然後 USB-2 就是現在的 新Mac 都是這麼厚的 然後 最下面的 就是 舊Mac 其實 也是有少數的 解決卡 它是走傷後 的2.0的 介面 不過現在 就是 基本上 一般通路上 不是很好看的 這個東西 然後 輸入解析度 就是指說 就是 我現在這個 我現在這個 它其實是 對我的 現在我要進行 通名電腦來說 其實它也是 好像是一個螢幕一樣 也就是說 這個 我們電腦螢幕 只是有很大的 會不會是說 它可以取到 最高的 解析度 這樣 那這個解析度 還是一樣的 就是說 如果解析度 如果今天我 電腦速度的解析度 超過這個解析度 可以接受的解析度 那就會沒辦法動 那 而且就是說 它可能 它可以接受的解析度 是說 譬如說 如果我可以接受 db80p 我就可以接受 我就可以接受 db80p 就是交錯式 那 尤其是因為 有的比較早期的db 它可能 給你的解析度 是 所謂那個 交錯式的解析度 就是 這個部分 就是 它是限到一個 它輸入畫面的方式 是 每一條 緊接在起來 是交錯 135246的輸出這樣 那 如果 如果這個db 它輸出的解析度 是 還是所謂的交錯式的話 其實有可能 你的解析度卡是 會有 會沒辦法接觸的 那 如果 有的時候我們 遇到 就是真的沒辦法相容的時候 可能中間還可以 透過一個叫做 所謂的 就是 升平期 的東西 去把那個畫面從 嗯 從進來的解析度 轉成 解析度 變成是解析度卡 可以接受解析度 但通常 我們現在的 100p下 其實 比較多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尤其是 新的 就是相機 或是攝影機器上 都 不太會 這個問題 然後還有 呃 剛才是說 輸入 就是輸入到解析度卡那邊 然後從解析度卡 輸出到電腦的時候 就是 正常來說 如果輸入解析度是多少 輸出解析度 比較是一樣 就是 但是這件事情 不是絕對 就是 有的解析卡 這方面 這是輸出 輸入是比較強 比較大的 但是輸出比較小 這是有可能的事 所以這次不是絕對 但是 就是你知道 要記得是有可能的事情 然後另外一件事 就是 所謂他輸入到電腦的時候 它是輸入電腦的方式 就是 它輸入 輸入到電腦的時候 它傳遞影像的亂掉的時候 就影像有 影像的亂被壓縮過 就是 一般來說 如果你看到它上面 會不會直接說 它輸入 輸入是YUB 這文化就是指 它給你影像是沒有壓縮的 那這個 然後如果 通常會有MJPEG 這個是屬於 它給你每張組 都是有在JPEG壓縮過 那換句話說 當你電腦 要使用它的時候 電腦就要再花預算 免許做些壓縮的動作 而且它可能是疫苗中 通常是疫苗中 至少也有24張 或有30張 也就是說 它疫苗中也要一直放你輕輕的 壓縮 那雖然這個 對現代量來說 大致上就是很難使 不過 就是如果今天你的影像 你今天做的同時措施很多的話 它可能就是 會讓你讓 就是 如果你同時措施 受死的話 是有可能會讓你的電腦 預算一定是會花錢 不會 然後第三種是比較特別的就是說 有的節訊卡 它會標榜說 它 會有所謂 進 它機械堂的時候 是會經過特別的電碼 就是所謂的 跟我們現在大分 MX4 MF4用的電碼 是一樣 就是所謂的 那這個動畫 就會脫離所謂的 不虛 就是脫離 比如說 UBC 就是通用轉的 的範圍 那種的節訊卡通常都需要 特別去裝轉的 不過 因為這個 其實不是很愛今天 討論方面 所以就不太會提到 然後 再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叫VCDC提 就是 HDD就是 呃 就是 那個 所謂的 八大影視公司 就是他們 為了要防止 他們的 以前買DVD 或哪會忘記輸出 影響會到 所以他們是在 HDMI的 規格 可以加入一種 呃 加解密的 一個規格 那 比如說 如果今天它輸出的影像 是有喊這個 HDDP 的話 那你輸入 如果你接受 影像的裝置 外的電視 還是什麼東西 它只要 沒有辦法解這個 這個 加密的話 它就會沒有辦法破除 那同樣道理 在你的結局卡 三分之一 就是 如果今天你的結局卡 沒有辦法 相容 就是 它沒有辦法幫你解 HDDP的話 那你就不會得到正確的話 那 這個狀況就是說 我們要先了解說 第一個是 我們 呃 投影的這個電腦 或是裝置 它本身以後 它出所影像是不是 有經過HDDP 那 那這件事情其實 呃 比較 我們要 就是 這個事情其實 在電腦的對話 我們要不可以 聯繫這件事情 但是 呃 那如果是有信息 像是 PS4 PS3 都是現場的 環境的 那 那 電腦有沒有這件事情 其實 就是需要自己去測試 那 呃 有的時候是 我自己也先說 那個電腦上面 就是 我們會有 大部分的PC都會有 HDMI的那個輸出 那 通常 它通常也會有別的輸出 比如說 現在電腦很多 USB Type-C 如果是 HDMI 那個Pol直接輸出 通常 比較會有 那個 HDDP 但是如果 USB Type-C 再轉接出來的那個 通常是再轉接 HDDMI出來的話 那個可能 就沒有 沒有美加密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那 還有這個 HDDP 它是有版本的問題的 反正問題就是說 因為它 因為我們 每代HDDP 它本來也有版本 就是1.3 1.4 現在的4K是2.5 因為它 解析度會一直提升 那 那每當它 HDDMI可能性的版本 提升的時候 它的HDDP版本 也是有提升的 就是說 有可能會遇到 版本不相同的狀況 不過 因為我們錄影的時候 大概都是用 負HDD 做的差不多 就是 除非你是 呃 玩某些遊戲 或是 對 影響者特地要求的話 你通常不會去 呃 用 超過負HDD的機器 那 我們要怎麼把 把這個 這個東西解掉呢 這是有一般來說 有三種方式 那 第一種方式 那 也許卡裡面 本身就有截這個東西的方式 那這個後面講 經驗的時候 會講說 我怎麼選擇這個東西 因為 呃 其實 這是有品牌的 檢舉卡 它因為 它是有品牌 所以它必須要遵守 就是 呃 那些 平上面給它的規定 它本裡面都會 都會把你解決的東西 但是 呃 通常 如果不是 手引牌的 的 結局卡通 都會把你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呃 透過HDMI SWITCH 或是解罵的方式 可以把這個東西寫掉 嗯 嗯 嗯 然後在 製造程到HDMI SWITCH 呃 有的地方會叫它 ITRIX 那 它的用途就是說 讓同一個訊源 輸出到多個輸出 而且可以在 不同的輸出中切換 不同的輸入訊源 那這個東西 它當然也是會有解析度 呃 它當然這個解析度 相關性的問題 就是說 它一定也會有 它可以接受的最高 跟最低解析度 然後 它有 一個就是說 我們可能是 四進二出 二進二出 或是 多進一出 或是一進多出 這樣 然後還有一個 重點就是說 在SWITCH 分離出來之後 在這個SWITCH裡面 他們還可以幫你 把HDMI訊號 因為 我們只要知道 HDMI訊號 其實是包括影像跟聲音的 那 我們可以 這是如果SWITCH 他們只有內線 影音分別的功能的話 所以它可以 從SWITCH 從地面再拉出來 你HDMI 又輸出給 輸出訊號 你的聲音 才可以再拿來做文 或其他的事情 那所以解析度法 就是它一樣 這是我說 它一樣幾個範圍的問題 然後也有可能遇到 它來說的交錯式的問題 那在這個 這個機器 擠出這件事情 來說的話 你需要 哪有什麼規格 就是害你自己 需求不關起來 那這個部分 等一下再講 今天 那時候也會再提到 那 您分離就是 告訴是 可以把聲音內容 分離 那聲音內容分離的時候 它聲音輸出的那個 那個界面 就是丟外的一些事情 就是 一般我們認為的聲音 就是 三連活跡 但是有的 但是 因為畢竟別拍 它的聲音是 數位 所以它 其實有可能包含 超過兩個聲道的聲音 所以有的 有的這種 它可以輸出一些 會有 包括所謂的光線 就是可以說 輸出 破聲道的聲音 然後它還有其他的 就是說 它可能也會有那個 變瓶器 深瓶器 或降瓶器 它可以幫你 它可以幫你做到 某種什麼 無縫切換 所以無縫切換 就是說 當我切換不同 輸入訊源的時候 它可以裸散 它因為它裡面有 有這個聲音線 而且它可以讓你出 影像一直保持在 同樣的頻率 然後一樣就是 剛才說到 眼光ATDP的 解碼資源的問題 然後再一次 跟裝置的相同性 然後就是 搖一關 如果搖晃器 因為搖晃器 的話 就跟我們用電視的時候 比較方便 然後接換的時候 會彈 這個其實跟 跟聲明器有關係 但是也不是完全的關係 這個其實 我自己 這個我是因為我們 多彩的時候 來發現是有些差 然後接下來就是 攝影機的部分 那攝影機的部分 那攝影機的部分的話 通常我們有這些選擇 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 我們可以先拉看看這一台 那第二個就是 所謂的正規的 所謂正規的 數位攝影機 那現在線上 不太會有類似的攝影機 那再來第三個就是 我們的相機 那攝影機跟相機 通常都是 用Visitive來輸出 然後第四個是那個 可以通過網路傳輸的 無線攝影機 這個是現在比較 因為現在直播 攝影機之後 比較多出來的分類 就是某些的 所謂的 就除了那個 你來監視 監視外面用那個 攝影機之外 它太其實也是用網路攝影機 它還通過網路傳遞的 可以想學套 那現在有一種專門 拿來做直播用的 網路攝影機 就是 那個攝影機裡面可能 它可以 它可以 裡面有個小的電腦 然後它可以 在那個攝影機裡面 可以說 直接網路線的話 那可以 或是無線網路線的話 那可以做直播 然後它可以 透過某種協定去傳到 你要用你的 這個上面去 那第五個 其實跟第四個有點接近 只是說 它是用手機去模擬的 這個 手機上面有蠻多 App是在 作配的事情 就是說如果你 在手機上 裝了這個App 然後你在你的電腦上 裝了這個App 對應的電腦App 你就可以 用 你就可以用電腦 接收你現在手機的那個 手機上面的相機的訊號 就可以當成是你電腦裡面的 以臺灣的App來使用 對 那 Webcam通常不是 是屬於用那個 你大家說的 UEC的通文顯示 通常它是來做近距離使用 然後 通常它不是適合遠距離的設定 因為它的焦距離 大概就是適合興趣的實驗 那最大好處就是說 拍腳距離是 你只要電腦上面去 就是可以不需要做 額外的 轉接 那 就是 這個剛才在線人台 遇到就是說 其實 比較 一般Webcam的 比較平價的話 它可能 不會 有的跟 我們腳下一台的相同性 那我們通常都要選的話 就是要 10K相同腳下 那就是最後的一段 這個 這是跟你拿到的品質有關係 雖然 不是 重視 但是還是要去 有點均質的 那 所謂的攝影機 就是說 它跟 CAN CAN最大的差別 就是它的焦距 通常它會有 10倍以上的 這個硬體焦距 就是 可以 說 可以 放大10倍以上 然後它是用硬體的 方式去達成 然後 它的特色就是說 通常它裡面 都會有一個 還不錯的 收音 麥克風 然後 只要你是太便宜的 通常都會有一個 音樂的輸入口 可以讓你在外接其他 麥克風 那對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它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可以同時多存一分 這是以防我們各種亂提 然後 攝影機的輸入器 通常有兩種 就是 第一個是HDMI 那就是 第二個是SDI SDI SDI是一種 同種兩線 那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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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這個東西它設計 其實是為世界上 你把那個 攝影的時候 你可以跟你的 就是 你可以用很長距離去 連到那個 勞波機 或是錄影機 這樣 因為 一般HDMI 超過 可能10公尺 的話 大部分的線 就是會很出現各種問題 那如果HDMI 要不夠很長的話 我們都需要用一些其他的 Extended 就是轉接生網路 使用轉接生其他東西 去做長距離的延伸 那 SDI這個東西 它的延伸就是為了 超長距離的延伸 就是 它是給外延伸 再做那些 在外延伸的 比較貴 比較包機的攝影機上 可能都會有 SDI 然後 它的特色之二 就是說 通常我們可以直接插電 就是說 這樣的數位相機 大部分都可以把它 直接插電 持續長 直接的在持久 那攝影機通常都是可以的 那 反過的數位相機 其實現在其實買了 尤其用數位相機 去買一個 那 數位相機 像現在的那個 比較高階的 因為 今年跟疫情的關係 就是他們 他們相機廠 跟我們開放的時候 比較高階的 這個 通常是單眼 然後它裡面會 可以裝 它的抹線 HAPP之後 它就可以變成 你給它們一個 1P 但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它就是通常都是 裡面會有 HEMI十足 但是 這個 用數位相機 做錄影的時候 要注意那個 數位 Clean HEMI的問題 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說 相機上面的 HEMI十足 如果你真的 接電視的話 他們不會發現 你那個 取景窗 那些 UI的東西 就是它不能 整個調 各種設定 那樣 那樣子的影像 就沒辦法來做 就是 就是做錄影 這是少部分的 比較貴的 數位相機 它其實會提供一個 這是 主要看電視頻的 來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輸出 完全沒有加 一些東西的 影響點 然後相機 就是剛剛提到 分色機最大的差別 就是在續電力 跟可不可以充電 就是都會邊錄邊充啊 那 大部分的相機 都不會給你 直接插到電視頻使用的功能 然後 某些中間相機的話 外面都會有一些 所謂的 架電池的東西 就是 那個電池 雖然它會 看起來像是 這個相機的電池 但是它可以 幫你拿一條線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再接到 你的 插座上面去充電 不過這個東西 就不是一個外方 給你的收入去 然後 它 相機跟攝影機 最大的差別 一支 最重要的差別就是 其實你去它 不然說一下 都會有所謂連續20分鐘 或是 最多半小時的 一切之類 這個事情 其實大家 相機會有上 不會寫的東西 不過幾乎都有 那 這個東西它會有 它會有這件事情 原因是因為 我們的相機 它相機跟攝影機 在 大部分國家 課稅表 是不一樣的 就是 我這次 我看到的說法之一 就是說 攝影機的課稅 是比較多的 對 然後相機的課稅表 是比較多的 所以他們有這個 造成了 他們故意 如果說 你的相機是 不能錄超過20分鐘 我就 可以跟政府說 我不是 攝影機 對 這是有說到 不過 總的來說是 我認為相機長其實 不是很喜歡 那麽是沒有 一開始 那還有一個重點說 大部分的數位相機 這樣子不會被 額外的 音源輸入口去讓你 插 不過這個 就是 高低機能 的話 不然不然可以 然後現在就是說 所謂的 可以通往我們傳說攝影機 那 它的規格上面就是說 通常來說 它 都是可以用無線網 或是有無線網 或是有無線網 去接到 你的網路裡面 那 它的 有通力協定的問題就是說 它會怎麼來 這種通力協定 那通常就不拖 NDI跟 所謂的RTSB 或是RTMP 這兩種 那 RTSB RTMP 就是我們現在做 直播 跟大部分的人 能夠監視 網路監視 攝影機的那個 通力協定 那我自己 的經驗是 比較不會軟爬 因為它有一個 基本的 它有一個 它在發展通力協定 所以它就有一個 延遲要去 這是怎麼會造成一些問題 那 NDI是這幾年 我們間公司 做出來的一個 通力協定 好像 NUTEK 那它的特色就是 它的延遲 非要來 就是可以在實戰 做其實情的 利用 那我自己 現在 蠻推 最新推出的 MemoStarter 對 這個後面 我再提到一次 那 它現在 在台灣有 賣包 是蠻厲害的 然後呢 最後就是說 手機架APP 我們去摸 我們不可以 那這個東西 你要使用這個 方案其實 其實有非常多的 APP可以選擇 這個 入口一下 就好像很大堆 那 這邊的重點是 通常我們 比較不敢用無線的關係 是因為我們 對著自己的網路關係 能不能把達到這麼即時 跟問題 是不是 我們自己也是 也沒有辦法 換我們 把很大信心 那這個 大部分都是免費的 但是它可能就要入口 才窮不到付費 那那個 剛才說 那個NDIF會是 他們自己 有寫一個 把你的手機 就是它自己 有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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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自己 有睡覺 你睡覺 就可以變成 一個NDIF 睡覺 睡覺 不過那是要睡覺 那我們自己選擇 考慮攝影機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 從 從錄影 就是從 發放的效果 跟介面 還有 操控性 就是 鏡頭控制 就是 有的 有的Webcam 它是可以讓你用 就是 六條東西 甚至可以自動 自動追焦 自動追焦 的小 的功能 那這種東西 通常是 比較特意的東西 其實是要花太多錢 然後再就是 如果 適用 剩一些 或相機比較好 裡面的蓄電跟距離問題 然後效果面的規格 就是 自己的東西 就是解析 輸出的解析度 它可以提到 多長 多長的焦距 然後 通常來說 所以我們還要考慮 就是在比較 比較 就是在那裡 就是在那裡 就是因為我通常做會入裡的話 如果那個會入場地是 比較有光的 因為 越大的場地 通常那個 將整形的光是比較少 就是比較害怕 那在那裡的時候 它可以開始 那效果就是 我會非常重視的事情 因為大部分的 尤其是 如果你在那裡 大部分在低光的地方拍的 就不勝好 那我想自己 是 澄清用過的 或者是在 去另外用一場的去 去招待強者 前面或是旁邊 這樣 然後所以建立就是 呃 剛才說的這些存在 對 對 然後可考慮就是 你一想狀況下 當最強 是可以自動最強者 不過我之前自己看過 在收據 真的都相貴 然後有的是 現在出現一些 不太貴 尤其是幾千塊錢 因為我可以 用兩部洗澡後 可以用一台 然後 序電力跟距離 就是說 呃 因為我們 對於 因為我們 如果同時間要一直錄 如果是用攝影機 或是相機的話 那對於 就是為什麼 我們這樣不太會好 去相機 就是對這個電力的問題 因為通常會議 所謂的東西 會一直錄很久 那當然如果你的時間很短的話 就會很長 然後 我們想怎麼把那個 HTMI 射到延伸出來的話 就是 你像這樣會很帥 就是 通常我自己 知道的 幾種方法 那 就是 所謂用HTMI 連繫到網路線的 這個裝置 這放幾千塊 可以買到 然後它會有跟 就是 距離可以延伸那麼長 跟HTMI 會有更多 然後 再來就是 剛才說到 就是 SEI 會有更多 然後你有些需要 可能也需要 是SEI 其實 即使怕 反正到不會 不過有SEI 更多兩位 然後 如果你是有問題 如果你可以當中一兩年生成長的話 就是 跟你的女性距離還不成為的話 只是要掌握 好 那USB轉網路線的延伸器 那最後一個就是 找到可以直接熟悟的分開 好 那接下來就是 講到錄音的部分 那我們常 我們在錄音的時候 會 呃 聲音的留下 就是這樣 就是說 呃 講者的人聲音 跟講者的電腦 會有各種聲音 當然 我們只是要看情況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Case下面 其實講者的電腦的聲音 都不是需要收入 然後 它會進到 這兩個聲音會 我們要讓它進到 場地的回音器 然後 場地的回音器 還有 摩打機 摩打機就會到喇叭上面 然後 回音器可以 輸出到那個 回音器 讓如果有聲音輸出得好 我們可以再把它進到 電腦上面去 然後當然 為什麼要回音器 是因為它有包括那種 會重 如果用問題的時候 它默免給它進去 那這個聲音 我們也是要想把它收入進去 所以 呃 所以在聲音的 來說的話 我們少三種授示 就是講者的人聲 沒有講者的電腦 還有會重的人聲 然後 然後 呃 音訊有一些 就是說 呃 因為我們的聲音不同的類型 它通常會走 通常我們 在轉到那個 回音器的時候 是有不同的界面 那 像麥克風通常我們會走 呃 所謂那個 6.3 那種初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雖然我們長的那些 我們相當比較初的那種 然後還有一種 是那個所謂 可以弄投 呃 跟著 因為它會跟著你的 因為你進去 你的電腦 那 HDMI 呃 HDMI 輸出就是 因為 當初因為HDMI 是有包含聲音的 所以HDMI輸出 也是 會有聲音訊號 那 然後再來就是 3.5的 就是 就是 我們一般所謂3.5的系統 那如果你看到外面的 捏捏器材 它會跟你說 所謂TRS 或是TRSS 那TRSS 就是一般的 就是只有輸出 或者輸入 就是 你看到那個 3.5上面頭 它的換輸出不一樣 然後TRSS 就是我們手機 用的 就是它從輸出 和輸入 現在大部分的 電腦上面 都是正規的 然後 我們就是講到 混音器這個東西 就是它的作用就是 不會把每一個 來源的聲音 去做個別的 放大或縮小 然後再混合在一起 然後再輸出 然後 同時我通常 混音器上面還有 還會有個 監聽耳機的 好 可以讓你用 你的耳機去監聽 這個能夠過我的聲音 那 破搭機 就是 主要就是 哪一顆到達上面去 然後通常來說 我們在 錄影的時候 我們通常是要 通常來說 會議場地都會有 混音器和破搭機 通常我們應該是 不用自己處理這個部分 那我們在 會議 我們通常到了 20場地的時候 我們的重點是在 我們如何從 會議室裡面的 這個會議場所裡面的 混音器去 去取得的 跟混合的訊號 但是 呃 但是就是 不是每個場地 都會有這些功能 就是 也不見得會有這些應 或是說 它的混音器是 不見的 輸出混出 混合的訊號 這次都會 你自己都會遇過 那如果遇到這種 Case的時候 就是你沒有辦法 那你只好用 攝影機上面的 的那個 或是你再 準備一個 去收現場 就是 喇叭播出來的事情 就是這樣 然後 接下來 就是大概要 大概 打開一下 就是 設定的方式 對 這個 這邊 改一下 欸 其實這個就是 現在正在 錄影的這台電腦 那 通常 OPS的 我們要 在電腦中 就是 場景 場景它就是 所以我覺得 不會講太細節 啦 細節 那 我們方法會看的東西 就是說 場景 就是設定 設定的組合 就是 你現在這個設定 它可以存成一個 設定的組合 在這裡就是 場景 然後 接下來就是 來源 來源就是 聲音或影響來源 然後 我們 這個來源 這個來源是 那個影響來源 然後 右邊的音效 音器 右邊的音效 音器 就是聲音來源的部分 那 通常 我們 這邊會 就是 這個是 有一個圖層的概念 就是說 這個這邊的來源就是 一個圖層別圖層的概念 就是說 我現在有這麼多個層 但不是每個層都一定會顯示出來 我會從這邊去操作它的顯示 然後 它會去調它的位置 那這個位置 調了之後 它可以鎖定 它現在就是鎖定的狀態 就是鎖定 就是因為畫質 就是時候沒有 亂動到的時候 就是它會外丟 那如果我今天沒有鎖定的話 它就會變成隔線的狀態 那我就可以去移動它 或是改變它大小 然後 我們可以支點 每個裝置裡面的 的 的細節 就是說 我這個圖層 它是什麼類型的東西 因為在我們新增圖層的時候 我們是要新增它是哪個類型的東西 那每種類型都跟它的設定方式不一樣 像這個是 我們現在 Wukens 的來源 然後 它會因為你的類型的出現不同的設定 不同可以設定的東西 那這個也跟你用的OS 或是你的 就是這裡跟你OS有關係 有時候出來 什麼東西也設定 然後呢 這個是現在再解決一點 來解決它 所以通常來說 我們就是要新增裝置 然後 設定到正確的裝置類型 跟正確的裝置 就是設定到裝置本身 就是 這是 這是 然後再把你放正確的 上面上去 然後 然後 包括加這個是後面的 這個圖圖 看後面的圖圖 對 然後 接下來就是 這邊的本頁就是 你現在哪些生物事物的 都在 然後 通常是 我們就會去增加 我們就會去加這個 其實這邊跟單元的設定 他覺得類似 還是可以去加 那加做也是一樣 這邊的屬性 可以去做調整 那這邊就調整說 現在聲音單元是什麼 現在是用那個 Wermpad在收音 所以它就是 只用Wermpad在裝置上面 然後這邊 這邊 有的時候它 我們在做聲音設定的時候 有的時候 可以用Wermpad來處理掉一些問題 Wermpad就是說 你聲音可以之後再做一些 處理雜訊 或是再放大一次 之類的 這個有的時候 遇到場地的聲音狀況很差的時候 是有電用 但就 其實實際上來看 也不見得非常好的 但就是 比如說 但它必須這個是沒有什麼 就可以吃的東西 就是你可以設定噪音法這樣子 然後 我自己的 因為這邊現在是用場地的電腦 那我自己的設定 來說的話 我們還會有一個很重要的設定 就是 設定的 我們要 輸出的時候 我們要輸出這個 檔案 我們要這一錄影的時候 要設定 電碼是什麼 格式跟 Inray這些東西 它有用什麼 什麼電碼吸過電碼 那 通常 來說的話 就是 因為這是MAC 它 MAC 它 就是 MAC 它 它是我們這個軟體電碼 但實際上 我們在Windows的時候 現在Intel CPU上 都會有一個 一體電碼的東西 然後 然後 就是 這邊會有分成 那個 串流的電碼 跟 欸 這邊是那個 對 它有分成串流的電碼 然後 這邊 都是可以個人設定的 然後 如果你要做直播 的話 就在Channel裡面 就設定 那這邊 應效有取樣頻率的問題 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 如果 通常設定是 最好跟你使用的那個 影響裝置 就是 你結許這間那個裝置的 循環也是一樣 就是 如果今天 它跟你說 它 你這個 錄音的影響法 或是 音頻 它跟你說 是48萬 就 最好跟它設定是48萬 不然它 作音頻 必須要進行的 重新取 所以它就要去轉 這個Sample Wave的 部分 就是 會有機會 然後 它 應該會有一個 Course 對 這邊有個東西就是 錄影可視的問題 就是 你最後輸出檔案 有什麼可視 那 MP4是一般常見的 但是我 自己 是會 推薦說 你可以去 用MKP 這種變好可視 這個檔案 可視 那指導的好處是說 如果今天 我 其實 因爲我 其實 我是可以同時錄好幾個 聲音音軌的 但是 這個檔案可視 不關心 就是如果我把那個可視 設定成很KB的話 那 我這邊可以增加 吸收音效 譬如說 我今天 假設 我要同時錄 場地的聲音 從書 不知道在那邊去 跟 跟這個 reporting 我都要從實力在同檔裡面 的話 我是有怕 透過 這邊的設定 跟 檔案可視的 MPP的設定 去搭乘 我可以把 一些音韋的封筒 來同檔裡面去 那 這樣子如果 今天哪一邊 出現狀況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去 用同檔裡面 電話音韋檔去做 補修 reporting 然後 應該是這樣 我剛才就是 透過 切換 switch的方式 就是把 因為我這個 switch是四季二出的 那 就是我這邊出 第一個是出到 錄影機 一個是出到 投影機 所以我剛才就把出到 投影機的這個 切換成 這個錄影的電腦 所以就是變成同 你可以看到這個 錄影電腦的畫面 然後 這邊就是講到 ABS 就是 剛才說的 檔案格式是 NKD 然後 影像電腦 多數在 音韋檔上面的話 就設定成 電腦大部分 都應該倒是 太有變好 在音韋檔上面 有一個硬體的電腦 就叫做 Mixing 這個 基本上 就是 大部分的Case 都可以使用 然後 這邊有個重要是 ABS 就是 剛才那個 音響裡面有一個 ABS的欄位 如果今天我的輸出檔案 還要跟 別的東西去做 就是做 剪接的話 跟其他 做一些 剪接合併的話 那 我們就是大家的 每個 來 每個影像答案的 那個 ABS 就是所謂的 phrase per second ABS 一把這種東西 的話這個設定是要一樣 會比較好編集 不然會 有時候這個部分會引發其他人 其實是說 它可能會變成 某種不同的狀況 那接下來就是 講到我個人的信念 那 如果我們說到一組的錄影設備 我們都會有 以下的這些 東西 就是可以錄一組 就是可以錄一個 演講的時候 我們要哪些東西 就是電腦 然後 SIMI 寫訊卡 跟 設定器 然後 然後我們 呃 SIMI Switch 其實它不是絕對必須的東西 然後 我們遊戲也是要按 場合來 決定要不要使用 那 通常 我自己的 我自己 大部分 我自己設定的預算 大概是像這樣子 就是說 假設你好像是200塊 就可以搞定的話 那 可能就是要買一些 訊卡 那個 然後 SIMI Switch 這個是我自己的規定 所以其實 不是絕對要這樣 那 主要就是要買線材 因為每個場地的狀況不一樣 我們通常會需要 就是一定長度 都會需要來線 甚至是一定會線 那 呃 電腦的選擇來說的話 我自己的經驗是 其實不要我Mac 雖然這個場地 現在是要Mac的問題 不過 因為主要是那個 呃 呃 Mac 某些 呃 就是如果說 打到Mac 你要錄 只是它某些 加入器的時候 還是會比較怪怪的 而且還有成分上面 沒有考量 然後就是 建議是造四核心的電腦 不過我自己的經驗是雙 如果你沒有 做過些 呃 就是你的影響程度也很高 然後是沒有創作的事情 的話 雙的經驗還是可以 然後就是機體 不要小U8C 這個很重要 其實它小U8C 就是 對 然後 只要考慮 這個電腦上面的 USB 有幾個 Port 因為通常說 我們至少會 兩個影響都各需要 有Port 所以 比如說USB的話 我們至少要是兩個 而且上次戰典 然後 然後 可能還要有一些 USB2P 就是 如果你今天要 save或下輸入的話 還是要 目前的原則比較好 然後 逆你的腦子 比較好 於SSD 就是 如果你是 錄不到 這個 同時 錄比較多的時候 是有可能會有問題 然後 就是 聲音輸出 輸入入口 就是要分開比較好 那 這個 不過這個 在現在電腦上 比較難以達成 就是 因為我們 可能有時候還有監聽 你剛才在OBS 那邊其實是可以做監聽的 就是監聽一下 即使過聲音 那 這個對於你即使 發問題 是 這是沒有辦法注意 那如果 聲音 然後 我們會用那個 電腦上面的那個 聲音書 我們去做 收那個 嘗嘗聲音的動作 那 在這個狀況下 如果它那個 開的話 你就是比較好注意一點 那現在 現在那樣的方式 把它都成 都在那邊跑 那個有時候 這樣會轉接先處 那 截取卡的選擇 上面來說 就是 就是 我個人 是幾乎我只會 這個叫Faybong的 這個 截取卡 那 它是 它也算是 這波從台灣直播 它是一個台灣工程師 就是 自己去創業 然後去 自己去設計 那個協訊卡 然後在 一開始在 網拍 跟 網拍上面 台灣朋友 剛剛後來它發現 是可以接到外國的 你看 然後就去 然後去 Ebay 那去買 它也算是 這關於想要做的成功 它現在 它從一個個人工作 是 弄成一個 就是 它在哪兒 就是 或者實際上 是直接去做 半生分教學的事情 然後 我對它原因 除了它是台灣直播之外 就是 呃 它 全部 它現在賣的 潔比卡 現在都有潔比 這個在 某些時候 真的是 就是會有一小時候到旁邊 然後 它的好處 像 起不太好 就是 就是 就是跟不同的 不然是DVR 還是 電腦 還是 遊戲機 我自己的心裡是 基本上沒有 動 沒有不能動的東西 啊 因為 我自己的心裡試過 先用品牌 一個集訊卡 它可能 就是 它可能 它都變成像是電競的話 它可能就是 只能切電腦 不是遊戲機 你會發現一些 DVR 上學大學後 可能會有這種怪怪的學生 然後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 它 因為是它自己做 所以它對規格什麼都不太了解 你問它問題 基本上 它都會回答你 正確的答案 如果它 這個 我是因為 我已經有一陣子給大家買 它 我已經 用了蠻久的 那 它的特色 在它的販賣上面 回家 問題還沒有客氣 這個 這個 如果你去 陸天要去收個工 然後你去談 那 它會為你談 就知道 但基本上 它 對規格很了解 所以它不會像 很多賣家是 不知道它那些東西是什麼 然後 然後就是 所有的大品牌都動作很貴 尤其是圓鋼 就是 我個人 在這個上面 就是 使用一些動作 就是 消耗性的差 然後近期就是 因為現在直播很盛行 所以那個 來自中國的 來自中國的雜牌 稀訓卡 就是 到處 現在就是 你會看到 這隻可以到七百塊 就可以買到 然後就是 去YouTube這樣 搜 就 外國的YouTuber 會說什麼 它從 阿里斯克斯 就是 買到什麼 美金50塊 的稀訓卡 之類 就是 超便宜 但是我個人實在用正腿 因為就是 你可能要 承擔一些 額外的 效果性 或者是可能要 額外掉的之類的東西 然後呢 HTMI 企業化系 這東西的話就是 如果 這東西是很便宜的 也是有 如果 只是要一轉二的話 其實它是非常便宜 那 但這個事情也是一樣 就是 便宜的東西 通常都會有一些怪怪的 問題 我自己以前遇過 就是 呃 長時間使用的時候 它會 感情 然後便宜必須要 就是 reset 然後還造成的是 因為 如果你是在 過疫情中 有各種狀況 就是會比較好 恐慌 因為它是 一直在進行 所以就是 一段性向學 會說一些東西 然後 遙控器也很重要 就是 很方便 然後 那個 零零分離 就是 它 因為也是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 通常 大部分場地 它其實有HDMI 那個HDMI 可能也不具備 把CMG到3.5的部分 它都還會在那裡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的Switch 有了 問題的話 就可以把 那個線 進到 HDMI 上面去 那可是 對於講師來說 它還是只要接 HDMI 它這個方便 某些時候 會讓你 得到 方便 但就是因為 大部分的會議 其實不需要 那個角色的 所以這個 也是屬於 那基本上 我個人還是會推 多進多出 那一般外面的 大部分都是 多進出 或是 一進多出 等同的 就是 的狀自 那我個人還是 推多進多出 就是 理由就是說 像剛才那樣 就是我可以 把目的電腦 訊號速度 要同級這個行為 那在某些時候 就是 尤其是辦 研討會的時候 我們在走場 休息的時候 我需要播一些 其他的東西 到頭皮上面 就是例如說 這樣子上的廣告 或是 什麼東西之類的 那這個時候 我就可以 用這個方式去 做切換 就像剛才我 內容的時候一樣 那就可以 就是 變成你可以 就是 用它 去達到一些 外面的行 然後 現在 這個時代 就是出現的 因為直播的盛行 所以 現在出現這種 就是 Switch 從 同時 身兼前去開的東西 那 目前 我知道 只是 直播多拉 但還是有 那最有名的就是 這個 你可以直播 這個 上面那個是 比較一派的東西 右邊那個是 他入場的東西 然後 我也是最近 在Youtube上會頻繁的被 就是這種 這個東西的自動片 被推 推到 然後 它的特色 通常來說的話 它就是一個 Switch 但是它裡面有 USB口 然後 USB它是 實際上是可以先到 裡面要上去 然後就會變成 裡面要上一個 那個 下一個配合 輸入的訊號源 然後 它通常 還可以做一些 比較特別的設計 就是 就是 它可以做到 不同的 HDMI 音譜的時候 使做直播片 貼在一起 之類的東西 那這個 通常都需要 用 它換會有一個 它換會有一個 專用的程式 可以 你多用 比較上去 用到專用程式 可以做好些設定 然後 它還會有一些 這個 產品卸化的 非電培要效果 就是 呃 這個可以代替到 你現在OBS 一部分的功能 然後 更厲害的 它還有 直接 接網路 幫你做 Facebook 都過往 去做直播網 不過 這個就是 這是 對於某些場合 像它應該是 流氓的背景 然後 它就是跟它說 它可以直接伸出去 接PID 但是 它那個PID 應該就只有兩個Source 它不會像 我們現在錄影的時候 是有那個背景 它們的 那就是 它們的價位 我目前不知道 大概就是在 一萬到 兩萬之前 就是 某某Source它的時候 它也是一個 方便的 就是 拿到我們 拿到如果這個效果 很高的話 它覺得它們算是 蠻麻煩的東西 然後 某些時候是 可以用一些 在思維 就是說 呃 那個 第一個說 我們可以把錄影的電腦 就是 OPS是有把 你剛才那個 我們一個輸入來源 你的輸入來源 直接投影到 它接的 螢幕上面 那你說 理論上 我是可以 在錄影電腦上 把DHD來輸出到 投影機的狀況下 我是可以把 那一個 這邊 input的Source 投影到 投影上去 那這樣 我們就不需要 去 但是 這個場合 是有一些代價 就是 因為 呃 我們通常 輸入到 電腦的時候 呃 它會有 就是如果 如果你要把這個東西 直接再投影到 投影機上面去的時候 它有那個 NPS 就是 就是畫面 輸入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的畫面 動態輸入的話 因為它是中間 是經過的電腦處理 再把它投影到 呃 投影機上面去 那這個處理的速度 通常是不會 跟電腦上面 實際上的 那個 速度是一樣的 第二種號就是 電腦機器它上面 它有另外一個 ACDMI輸出動 就是 所謂的 ACDMI-15的 輸出動 就是它把裡面的 輸入的 學校原本 動態輸入 進去 那這樣 你的確是可以 無效的輸入 那我個人在 攝影機的 選擇上面 我們會就是 用那個 你能夠拿出多少錢 才決定 你要買什麼東西 那 通常 大 我就是 在你那個 可能只有幾千塊 就是買一個 四千塊左右的 邏輯的 那我自己是 就很 相近 可能有四年以上 就是 我覺得它就是 都 就是不會 就是很好 然後 收音也不出來 以進去來說 它的那個 細節 跟 細節 就是做來 OK 然後就是它 對低光源的時候 也是 算是很可以 然後 那個 如果你想要第一 但是也把花還多錢 那我個人的 推薦是 就是去阿爾巴士 會去買那個 大概兩百塊美金 左右的 大品牌的 就是 像我們牌的 收音的 收音這種 他們在阿爾巴士 會有大概這個價位 兩百塊美金左右的 但是通常這種 等級的 比你去比修上買 大家都還是要一萬元出頭 所以這個價差是還蠻可觀的 然後 如果你 有 一萬到兩萬塊的話 我會 會 你可以去買那個 大概說 Apple Start 因為它 只是 它那個機器 除了可以 提供 除了可以在 用網路的方式把 你看傳出來後面的實質之外 它裡面其實是 內建 直接錄影 可以直接 直播 然後它還有一個 App 就是 你可以用App 那個 那個 影像 現在要追焦誰 跟 跟它 就是 它有不同 就是 它在做什麼設定 就是我 用過它前期待 還沒有 因為它 早前期待 就是那時候覺得這東西蠻厲害的 但是就是 它那時候還沒有直接輸到 去找網路的 那時候後來就沒有去 我這一代 就叫Stop這一代 就是 而且外面 現在台灣的世界上 蠻容易買到它 那如果就是 前面要多人 就是可以用那個 抱歉DX 就是抱歉台語的相機 那就是變成說 相機可以同時 身邊攝影機 就是 用途比較多 那個我想 就是 我個人會建議 不要用單人相機 去錄影 或是 不特別是直播 因為單人相機 做長時間的錄影 通常都有 感光眼鏡 過的 喔 被這個問題困擾超久 就是 除非它可能就是錄影 不然 它 幾乎你大概錄影 像 你剛剛說成的東西 是碎的問題 但是 就算沒有那個限制 你連去 讓它輸出 就是讓它拍畫面 拍個四五十分鐘 連續 那種背貨 然後 它就強制完成 所以 續航力的問題很重要 對不對 不是電的問題 對 對 它就是會有問題 對 所以 對 我自己 而且就是 好像還有一個問題 是那個焦局的問題 就是有沒有 Auto Focus 就是 Auto Focus 會造成問題 就是像是 Auto Focus 有點不一樣 我有聽過這個問題 但是 因為介紹五波 很窮 所以我沒有說 對 對 就是 因為 這個其中也 是欠罩約金 所以我自己就 方法一一不一場合 其實我們 對這個東西 沒有很大的要求 對 就是這個 因為我們只是錄影 討論 但是我相信 對象比較扯的 可能就會想 所以 所以 如果 如果 不行 現在很想買高階DDI 對對對 先說高階DDI 高階DDI 有SDI 這個東西 距離長的時候 就知道 它還放得很方便 因為用另外一些天 就變得真的長 這個真的超級方便 然後就是 在於這種 一系列的事情 就是 其實就是這樣 剛剛說的 因為大部分是你都會提供 你就這樣 那它出場就會有這個 但是呢 就是台灣上帝 其實 就是很多條件 也不是這樣好 所以你還是 有可能會需要 那 有一種類似是說 如果今天你的活動 你需要拿麥克風 但在場地的 你沒有辦法提供 你那麼多我總是麥克風 你可能就要想辦法 自己身份數麥克風 再把它混淆起來 對 這是我遇過的 可以自己這樣 那 那還有一類似說 如果你要被場地的 混淆輸出 你再做某種調整的時候 就是透過硬鐵 把製作調整的時候 你也會需要這個東西 然後呢 就是講一下OBS的故障 就是 因為我們 通常用 就是 因為會遇入 你知道會遇上次的時候 就是 有那種狀況 就會超級緊張的 那 就是說 我們如果遇到收益 這場的時候 就是我們要先確定一下 就是 這個 這個裝置的解析度 是不是跟你 輸入一下 就是輸入一下其實就是 這是H 然後有時候就是 線材會有問題 因為我們 有些 HP的賣錢其實 就是怕問題 有時候你也看不出來 還有問題 然後 我們說到現場之後 我們說 才會突然發現它有問題 那當然線材 就是行動準備 就是 如果你需要一條水 然後準備四條 然後就是 遇到 這個狀況是你的 就是趕快先 用所謂的巨鑑法 就是 每一樣 每一個元素都換過一次 然後再確認是 哪一個東西的問題 然後 如果今天 它有狀況 也可以把 那個電腦 這是 這是 加著標示 直接交通 以及先不要進去 確認一下 到底是誰的問題 那有時候 會有那個轉接的問題 對 那轉接問題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那個 HDMI 裝模式的那個東西 就是 有可能會造成 入影的問題 然後 我後來換了一個 轉 轉網路線的那個轉接盒 換了一組 因為這一組 這是有的 不得又要不得 那 有時候我換了一個問題 它突然也好 所以 這是 這是一個 潛到學學的問題 對 但是 但會一直是 怎麼會遇到學學的問題 然後還有一次 就是 像 切換 的時候 就是譬如說 今天走 真的假的 我們要下個程車 然後 就會發現 那個畫面 它會過來 就是 亂掉 就是 可能是 顏色亂掉 或是 直接爛掉 那這時候 就是要做 OBS 裝置 層次的動作 這個 等一下 QA的時候 可以稍微再電動下來 然後 就是 有的時候 是那個HDMIZ 它有問題 這個東西 就是 還真的是 滿有問題的 那 就是 因為我沒用 很會的東西 像 這台可能 就是三千 三四千塊 所有東西 我是沒用 幾萬塊的東西 我想其中壞東西 應該是有它的 其中壞東西的價值 但是我們還沒有試過 那我最近 很常會遇到就是 如果畫面有問題的時候 你看 電污就是把這塊器 餘不得 就是 電拔掉再上去 或是 開關 換起來再開 然後 有時候 面子以來 重插 也可以 達到 EBI效果 對 那通常 做兩三四拍 它應該一定要可以解決 如果 還沒有解決 就是有別的問題 然後 就是 有可能會 因為 通常會 一個 一個 三四拍 那有可能 中間是會發生問題 那 為什麼 我覺得 用Db 跟用1k很大賽的是 Db-takes 錄影 所以 你可以給我們一份影響 跟聲音 在它上面 所以 這個備份 有時候是 很重要的 對 那 還有一種東西叫做 ISO Recording 但是 這個OPS是沒有這功能的 那 所謂ISO Recording 就是 你現在摸幾個訓練 我都可以分別 再錄下 特別訓練的檔案 到電腦裡面去 這個 這功能統稱叫ISO Recording 但是 就是 你如果要拿到這過程 都要花很多錢去拿來提 就是 我自己設備過最低的 應該是我要開始的 但是 它 就是也是要兩萬塊 這個 那 這個東西就是 它的普遍 我試過是真的蠻厲害的 不過 這個 它 因為它 用ISO Recording的時候 那個 各別訓練的 錄下的格式 是只有壓縮的 所以 它 只是會需要非常非常大的 一些房間 對 電腦的要求也好 然後 的因緣故障其實 我之前今天來說 因緣出問題的機會 是 原大於 影響 因為 因為 那個 場地的 訊號狀況 通常是 不是很肯定 而且 也 可能會出在 呃 因為那個 就你不見得會知道 它最好的感情 而且 因為 你先上去提供 所以你可能 根本沒辦法解決的問題 那 所以 這次 剛才其實就回到說 一種 E&P 但是 很重要 我自己是有這種心願 就是 就是 它上地的聲音 它突然就怪怪的 這個 唱出來的 有一段時間 所以那個聲音 可能沒有 或是壞掉 包含之後 就是用 去事後再回來 然後 就是剛才說的 你在OES 你也可以設定多因緣 和清楚的 你可以提格式的檔案 然後 只要設定好 把它收入 沒一個因緣的話 你就可以 再給答案 同個答案 拿到不同因緣的資料 這個是事後可以看 很重要 好 然後 就是小客人的 產物體驗 那 一般來說 我們要 不自身的位置 就是要 可以滿足 這些條件 就是說 它可以 拿到 透明器的 HMI 呃 就是可以連接到透明器 然後又可以跟你的錄影 就可以跟像是電腦 連線可以連到電腦 然後你又可以接到透明器的線 然後又可以拿到場地音樂 輸出的那條線 然後同時間又 可以 攝影 就是攝影機的 也可以連接攝影機 所以我們要照一個位置 是滿足這些條件 那就是 這個是 以 就是 假設是一個教室為例 像這個 就是 就是 比較像這個 凱德達的教室 差不多長這樣 就是 有講桌嘛 然後講桌會在講桌上面 那 後面會有個機櫃 然後機櫃 那會有那個 回音器之類的東西 然後 我們就是 所以會從機櫃 或是講桌上 拿到那個聲音的訊號 然後 那個1的位置 通常是我會放 乳機的位置 然後 2或3 就是放 那個 攝影機的位置 那就是 2的位置的話 是給那個 回音器 這個進去 然後3的位置 就是給 就是正常的 可以攝影機 可以攝影機的東西 所以 通常會把 它配置在 這些位置上 然後呢 現在就是 場地 新天台 就是我自己用過的場地 對 然後就是 無機有過 從2015之後 我會不會成這些場地 這樣 那那個 中演員的話 就是其實 就是這邊應該 這個台下很多人 都超有趣 因為 都比我還熟悉 然後 中公司有些錄影 但是 我剛才還沒有 所以還有文運過 對 就是 而且 那個是SE的規格 所以就是 其實有什麼用 但是就是 有時候可以拿來 就一個很難 然後那個 文運輸出動 我一定 實在感到是很好 對 就是 就是 會有奇怪的雜訊 所以 我 自己 每次用好 就是 都不是很好 然後 所以 你最好可以用 現場 收音區 收收音軌 就是 一倍的安全 那因為就是 距離很長 所以你需要準備一個 如果你要 去拿到它的訊號 然後你需要準備一個 長的音樂線 然後 這是活動中心 對 文運就是那個 就是有 原管那一個 然後 就是 它除了沒有 電線 視頻這輩子 它和你前面沒有 能力超過的 然後 教室 有 音樂輸出的端子 它就是 教室面會有一些 口味的想像 會有 是可以幫你 它可以幫你調整整 程式音樂 但就是 要其他項目 對 然後它們 一定有功力 對 然後 這個 我自己聽說 最滿意的就是這個 商務化 國際衛星 這個超棒 對 就是因為它設備量 專業 而且它是有再更新的 那 它的那個大型 其實它發了 這大型會議室 都有一個 攝影機 就是 內建在 會議室裡面 而且它在中央司 是可以拿到那些 攝影機的所有 一些訊號 所以我 如果是在中央 包括錄影機 全部 不知道 而且 它們的 非常專業 對 就是 它會幫你排出問題 可是 真的知道怎麼 幫你排出問題 對 不過它就是 很貴 對 那 泰克大教師是 我每年辦 Earth Cup的時候 社群鬼都沒有到 那經驗上 我覺得 它的設備實在很正常 該給我朋友都有 然後就是 唯一的問題其實 是它的 聲音輸入在一個 那裡 對 不過就是 可以忍 就是 可以忍受很多 然後 後來去過了 台大集思 對 它的 投影視會有點怪怪 就是 它的 大會是 是 小會是 4比3 但我 也有過別的地方 4比3的 投影機場地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只有這邊的 影像比例 有時候會 就是 從 入到OPS裡面的那一個 它有時候 必要玩的 我 我沒有 就是 因為我一直沒有辦法找出 因為它不是一定會發生 還是OVA才會發生 所以我一直沒有辦法找出 我只有看過一次活動 就是 如果一次活動 就是 所以我沒有辦法把 一定會發生 可以找出來 不過就是 然後它的狀況是 只有能源 不過是 可以正常受益的 對 好 只是 對 OK 對 對 大摩提 對 對 我想問一下 就是 因為你說那個 電腦就是 都是講者自己在電腦 嗯 像這樣子 就是 說 也會有些東西 它們有抓一種之類的 什麼 嗯 嗯 可是 因為講者通常是 哪裡投影 所以 這個 我重點是 講者的 這個 影像 對 所以它比較不會有 它其實比較不會有 專門的問題 它 反而就是說 通常我們在辦會的時候 我們都要備好各種專線 就是 因為電腦 電腦的那個 輸出段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知道備好什麼 就有 對 因為我是準備自己的 電腦 是這個 才會有問題 這邊 因為它只要輸出一段的聲音 通 就是 除非 正在密集的 這個就是 拿到密集的訊號去 所以它其實 不太會有專門的問題 有一種不禁方是說 你假設電腦上面 去裝好些 軟體 讓它可以輸出 我轉容不上訊號 到門裡 可以往上去 對 這個case就是 對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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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那這個影視主管單位 你就可以決定到這個場地啦 那就是看你的褲子公共生 那這場地要有什麼條件的話 就是 那就是投影 理想通話下 我自己平常會有交流抑鬱 因為影像這個事情就是 因為你有重心 就一定會有影像 所以只是說 我要把錄影的東西放在哪個位置 不然我靠近下一次的位置 就是 有了很好的場地 他影像也可以從眾多次取得 就像我剛剛說到照文吧 那你就可以在眾多次取得到的問題 那比較不好的狀況下就是 我身後講得很清楚 因為我才可以把 拿到他的訊號 然後再把這個訊號再投影到 再上去訊號什麼東西上 那決勝負的完全通常都是在生意的部分 就是場地給予的位置設備 跟他的那個 因然是不見得好的 那你就可以看到感情的聲音 然後再上一層就是這個麥克風 對但是麥克風這個是 我覺得麥克風的學位就是 遠大於收音相接的事情 對包括錢也是 就是回應設備的兩位 好的設備的重新位 對這個目前 就是麥克風會覺得到說 你是什麼演講 就是說說 呃 是拿著麥克風的嗎 還是什麼畫在耳朵上面 這種超級厲害的那個 就是又不一樣 然後也拿到無限麥克風 對 那你 那我覺得 但我覺得說 他就是 尾音器可不可以面臨擔心的訊號 這是最重要的 那你找來 黑色的HP很難一些 嗯 這個就是 剛才你做的 就是因為 但是因為 剛才RAMO就是需要拿 這支牌的方面做到 對 所以他也必要硬 因為 必要硬 對 因為 對 這個等一下可以 哇 可以可以可以 然後是要今天的 今天的 對 對 對 就是 對 但是 這個場地好像收穩一下 但不然好像 就是沒有沒有 就是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私利好 但是沒關係 所以我們這個 這個小場地就還好 那場地的擴音 其實是 有蠻大的學問 我是看過很多 這些場地 條件還可以 但是因為那個 喇叭設計 喇叭放會之後 就變成 就是 就是 對 還有 那你們在 凱克大使用的 呃 就是 你路易 路易上 你們自己在 境內使用的 你們是用怎樣的收音嗎 那就是 凱克大還不錯啊 因為他講書上面是 有聲音的虛擬 就是 魂魯 有魂魯的聲音 對 他有聲音的虛擬 在講書的 六點 對 直接拿那個接近點 對 但是凱克大陸一直在說 他的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雜訊燒了什麼 所以是 那個狗出來的聲音 就有 對 可是 你自己就把它 都聽不來 你說的事情是 影片回來 大家回訪的時候 聽不來出來 沒有 影片會慢慢聽出來 但你現場聽不出來 雜訊 就是你現場 人的耳朵是 聽不到 沒有聽到很明顯的雜訊 你說沒有聽到 喇叭出來的那個 聲音 對 有雜訊 但是你錄出來才是有雜訊 你就看那個 就是 我看他好像還有專管體 去 去控制的樣子 呃 我也有試著調 也是那個雜訊控制 但就是整個會調出來 沒有一點結果 對 不過有設定資料 直接從資訊檔 對 那他是拉 什麼 使用什麼 就3.5 3.5 3.5 對啊 就是大部分可以使用3.5 7.5 對 那就是 搞剛便不是用個 USB銀小達 的來源去搜 但其實跟7.5 是沒有 這是同樣道理 只是中間有一個 點的裝置 對 因為COSCOP是直接搜的是 他整個現場 聲音會進他的電腦 所以 那時候的 聲音來源是直接 對 那你就是跟今天一樣 就是用某個東西 來收現場的聲音吧 那我在 我自己的聲音 如果 我自己的人 就是盡量去收那個 管理系統控制的聲音 因為這樣 別人講話的時候 你不會進來 OK 對 這邊有一個問題 其實 剛剛其實分享了很多說 就是 The Mew 但是我也想要 然後有些人講說 他給你今天 這個 產製的援成 就是 我到現場去設置 設置 我們錄 錄完以後 在我的電腦裡面有 檔案 對 接著呢 就是有沒有什麼 比如說 你們要加 或有錢的資討 或者說 要有一個 比如說你可能 為了要共隔五六台 然後五六台 可能會有一個 不太可能都運不一樣 還是說 就真的就是把它打到 對啊 為什麼要OPS 就是因為我們要 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省序縮後 對 因為你不這樣 那你就等到 兩個分別的路之後 再收回來 對 我就是覺得 對 就是這件事情是 因為我做過一次之後 我就發誓再不要接觸 對 因為真的太累了 對 就是 對 那OPS就可以直接合 那我剛剛說是 有時候我還想要 就是說如果個別的 內衛 有個別的 尋規再拿到 錄影 就覺得很難 但就是要發寫在 錄影上 對 對 剛剛可能有提到 但我有點閃爛 就是 我想知道說 如果我用OPS 錄完 然後其實我只是要放 YouTube上面 看的話 有建議拿走規格 有沒有 其實YouTube 都會把你再重轉規制 所以YouTube幾乎 什麼 都會遲 對 就是連電力上去 他應該也是會遲 因為YouTube 一定要把你建議的規格 就是 垂報電檔 然後再轉換成 什麼特殊規格 然後上傳 那有沒有建議的 其實 一般來說就是LP MKV 其實 為什麼我說要 經常出動 很厲害的原因 就是 這是OPS 一個Bug 我不是很確定性 反正 就是 反正 它 預設方向會很遲 然後 如果你是用 Intel系 上面那個 電話系 它有可能 會造成 事後 到剪輯的時候 會有問題 我是有遇過 但是 每次都會遇到 如果 如果有PB的話 你可以再重新鋒裝 就是 怎麼叫重新鋒裝 就是說 同樣的影像 因為影像 它沒有分 影像 的鬼 跟生命的鬼 那重新鋒裝 就是說我 我 不把那個鬼的內容 做重新鋒 但是我把它 都裝成不同 裝在不同 格式的容器 就是 可以做MP4 它屬於格式的容器裡面 就是 我可以再 把它重新 從MP1 變成MP4 那 這個狀 就是 通常大家會建議說 如果 就是你如果 可以從MP4 然後再上傳 但是 就我從這個MP1 應該直接上傳 也不會有問題 那我自己的 辦法就是 我自己 幫我自己的動作 就是事後 我只能把去投去輪 然後就上傳 那 如果你需要 加什麼在乎這樣的東西 那你就是 不要再 用機器來 再加上訊號的信心 變成MP4 然後再上傳 但是這個過程 其實就 不會太久 而且它的流程 是比較 單純的 就是 你把 國會的頭為影片 就把它連上去 就是 就是 在其他項目 對 就是 今天講的 比較多是錄影方面 對 就是 如果 大家沒有其他問題 如果有人想要知道 直播方面 也可以這樣 會怎樣 哦 直播 他直播還會點 我知道 要會還會點 哦好 可以得了 我可以稍微 反正 反正 這個東西 這個 很錯的 對不對 因為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找到傳球這邊 然後你就是設定你的類型 用BS 都有類型的 那你就是拿到你的體 然後把它貼上去 這邊應該都沒什麼需要改 然後你就是要改那個 就是要做錄影的編碼跟傳球那樣 分開設定 那你就是記得 通常說我們 就是錄影直播編碼率都會設比較低 因為你比較從 對 其實就是 就是這樣的 然後他有 這邊其實 應該就是 大家都開始沒什麼好看 然後說完之後就是 如果你設定正常 開始傳球的時候 那個Facebook 或是YouTube 那邊就會有反應 但是要更請到 找到 報告他們 就不會正常 你知道 其實直播的 你知道 直播是這樣 那你今天做的是 你要先讓那個 錄影可以正常運作 然後你直播就可以 直播就可以 剛剛有提到 說 各位會不會再講一下 OB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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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置嗎 對對對 一開始完全忘記了 就是這裡 這裡 因為它是 Mac Mac 可以改 就是 這邊會有一個 可以改 例如說 Windows的話 這邊會有一個地方 可以改 那個 像輸出 結局卡 比如說是用哪一種 編號的 或是色彩 範圍之類的 因為現在是 Mac 所以這些是以前的 對 這次我說 就是平台 會有 它會使用 這樣子的東西 那 這個時候 你去改 那個影像 任先設定 之後 它就會reset 對 它就會reset 那還有一種方式 可以停用 像 換我這邊 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停用 這邊會 Windows上 會有停用的按鈕 就是停用再請用 然後 它就會好 對 這個 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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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通常 我會加很多的場景 啊 啊 不然我 開我 那個 那個 我現在打開 OBS 這邊有多成分 就是 然後呢 我這個 這個 這是 這是某一些 的 然後就是 這邊有幾個來源嗎 然後呢 Screen Capture 就是抓 投影 有沒有這個 喔 這邊 氣氧有點不穩 然後呢 我就把 集體卡 接在電腦上 然後這時候我就 點它 那我就 找到一個 找到裝置 我就把它 對 改那個 我現在用的裝置 然後它的影像就會出來 那現在 應該沒有出來 是因為 誰去外面 葉朗 他怎麼了 喔 這個也蠻日常的啊 真的啊 就是 所以說 就剛剛說的這個 停用器 那這個 怎麼講的 因為有各種 Case 所以我們要 移書 看看 我問我剛剛講的那個 Memore Star 2 他 你自己有 喔 Memore Star 2 我又不知道他 早早早年的 就是 應該是第一代 這效果 就是 你直接拿來做直播 效果真的很好 我還蠻想你看看他的實際 你去 那你問說 YouTube上面就很大分 因為他現在超紅 好 你怎麼不是跟他說 那你摔下去了嗎 那一台 其實有代理商 其實有代理商 現在重開就出來 有沒有 就是 Windows重開大把 又來了 沒有 因為他剛提胸了啦 Windows電腦提胸 都會有各種外線效果 所以一切都是正常 對阿 所以 我剛剛說 拍出去的方式 然後最後 我說 Ig 不是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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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重開誰 然後我再 我可以接上來 這邊也是一樣 正確的裝置 是不是電腦進修眠 啊對啊電腦進修眠的啦 沒事了沒事了 因為他電腦好像進入主畫面 嗯? 電腦需要幫他進入畫面 但電腦要幫他畫面才會寫虛啊 不然他進修眠的話 就沒有了